各位弟兄姐妹们 这个主日是贾年常年期第31主日 但因遇到11月2日 追尸以王诸信者日 故不举行主日弥撒 而应举行追尸以王的弥撒 这个日子 以及这整个11月份 是教会特别失恋王者的季节 也是特别为以王的信友灵魂祈祷 祈祷他们早日回归父家的季节 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也都怀抱着这统一的十年 聚集在这里 一起为那些离我们而去 而让我们的情绪曾经瘫痪很久 但如今已在我们的思念中 与我们长相厮守 并活在我们的心中 已然成为我们生命里无法割舍的一部分的这些亲朋好友们 我们为他们祈祈祷 并为他们向天主献上这感恩圣迹 在今天的这个日子里 我们总会开启我们记忆的匣子 寻找那些已经可能发黄的服饰影像 重读因着岁月而发奏的记忆信间 这些与我们过往自清自爱同在的记忆 或许会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引起振振烧动 很好 凡有烧动 那仿若因自清自爱的逝去 而跟着消逝的生命 就会再度复活起来 生命虽然因为死亡 而不断地在告别 向美丽的地方告别 向亲爱的人告别 向美妙的经验告别 好多好多的告别 所有这一切美妙的时光 都向友善的客人来了又走了 只为我们留下亲切的回忆和悠悠的伤感 同时也让我们认清 生命短暂的残酷事实 然而爱 爱却是永远不会告别 爱永远不会过去的 而这爱 正是天主把它放在我们生命的最深处 这爱从我们生命的深处深处 使得 弟兄姐妹们 就是这爱 使我们在哀伤中 能怀有盼望 盼望我们以往的自清自爱 已经活在耶稣的怀抱里 在天父面前享受永远的福乐 而这盼望 也必将是一份永不失落的盼望 因为有天主的爱的许 所以这盼望 所以这盼望得以兑现 生命里发生的死亡汗失 也因为有天主的爱情许诺 所以得以修复 是啊 弟兄姐妹们 只有爱情比死亡更强 可以穿越坟墓进入永生 除非人的爱情能够超越 那拒绝爱的死亡 否则 人的爱情将只是一场 令人无法忍受的悲剧而已 而且很难能够看到 爱之所以能够成为 那爱我们的天主在世的 那个现火标记 特别是 如果这爱不能尽到 那超越肉体死亡的生命力 那么当我们彼此信誓旦旦地说 我爱你 你爱我的时候 那么这爱情将只是一则 残忍的访言而已 人生将只是一场荒谬剧而已 所以看啊 圣保禄宗徒 他能够告诉 格林多教会的基督徒 无论一切都将过去 只有爱永述 永远不休 这份永不失落的爱情许诺 触动了我那早已经 归到记忆里的过去的一个回忆 1986年当我在巴黎读书的时候 与复活节的前后 朋友邀约我 到他父母位于法国北部诺曼地乡间 他们辛苦建立起来的家 做客并过节 这几天里我好喜欢 走入到这个乡间的本堂 在古意盎然当中去寻游懒生 更想要在教堂所象征的复活生命 和紧邻教堂那象征死亡的墓园里 去聆听耶稣对玛利亚玛达勒纳的轻轻呼唤 更想跟随着搏斗路和若望 那双有福的眼睛 能够探入耶稣的坟墓里 能够探入耶稣的坟墓里去侵渡空粉的奥秘 在哪里我没有碰到耶稣 也没有看到空粉 但是却遇见了一位老夫人 在这几天客居若曼地乡间的日子里 我每一天都会看到这个老夫人阻着拐张 用她甘确的手怀抱的一束简单的花束 来到一座坟前并在坟前树立良久 好像在想些什么 又好像在向天主祈祷 后来朋友的父母告诉我 这位老夫人的丈夫死于大战期间 自此而后她每一天风雨无阻地 都会到丈夫的坟前 放上一束自家园子生长的玫瑰 她用她的余生守护着她丈夫的坟墓 这一生中虽然跟丈夫生死两厘 可是这位老夫人确信爱能够穿透死亡 所以她依旧是她丈夫的礼 而她丈夫依旧是她的帐 礼跟帐是两两相依 互为姻缘 听完朋友的父母 讲了这位老夫人的故事 我流下了眼泪 但我宁愿这泪水是法国初春的春雪 就像这位老奶奶似血一般的柔情那样 躺进我的心中 想到这里 我就想到了在我记忆瑕疵中 三十年前我曾经所拍下的一张照片 这是一张泛黄的旧照片 照片里的景象 正是这座乡间教堂跟坟墓 在照片的背面 我用法文原文 并且用中文翻译 书写着这位妇人 每天都来平调的这座墓碑的碑文 碑文怎样写着 为陌生人 这是一处令人恐惧和惨测哀伤的忧故 然后对我来说 这里是我喜悦的焦点 因为我的丈夫在此安眠 我为这在法国北部乡间墓园 偶然得到的爱情故事 特别在超德的碑文下面 用小一号的字体这样注解着 这一却墓志明 充满了生死依旧两依的伟大爱情 见证着曲终人不善的自情自性 在新郎基督内安眠的所有的人 也都将拥有天主的永恒爱情 是啊 弟兄姐妹们 你看 虽然我没有用我的眼睛 去看见空焚的奥秘 但奇妙的是 在这个老妇人身上 我却真正理解了基督 空焚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想一想 谁说我没有遇见耶稣 真是的 弟兄姐妹们 因着这可以穿透死亡 进入永恒的爱 而在这教会称为 罪失以往诸信者日的 这个初秋礼仪季节力 除了让我们有一个机会 在缅怀我们的先人 并刹那遇见永生的同时 也能够进一步短距离 真实观看我们那生死两一的生命 并且让我们了悟事事流转 有一天没有一个人可以除外 每一个人我们都会亲临这生命的秋天 秋天的原汁 总是给金 红 纵 黄 紫 铜的叶子 点缀的多彩缤纷 但是在展现这番不可言喻的绝美之后 这些树叶就要陨落凋零 同样的弟兄姐妹们 为我们这些对永生怀有希望的人们 我们也可以让生命的秋天丰富多彩 而让睿智 关爱 热忱 喜乐 耐心 平安 在我们快要离开城市的年岁中 缤纷绽放 是的 这秋天的生命 总让那些在基督身上满怀盼望的人们 为生命中的美善而感恩 并且在现世生命结束时 能够盼到一个满园惊慌的收获季节 是的 在基督身上所满怀的盼望 借着今天第一篇读经 圣保禄中途 亦为我们说得明明白白 保禄这样说 难道你们不知道 我们受过喜归于耶稣基督的人 就是受喜归于他的死亡吗 与他同胀了 为的是要我们像基督借着父的光荣 从死者中复活的一样 能度一个新生活 所以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 我们相信也要与他同胜 因为我们知道 基督既从死者中复活 就不再死 死亡不再统治他了 是啊 就如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奴役之地 穿过红海 而到达了天主所应许的福定 耶稣 他也要使我们所接受的洗礼 成为那穿过死亡的红桃巨浪 到达永生彼岸的通道 对这永生彼岸的盼望 在初期教会 对王者的追思祈祷力 基督徒 早就对这生命秋日的丰收 满怀了期待 并且让这期待 在活着的每一天中 就已经开始实现 因此 在世人眼中 原本该是阴阳生死的矛盾悲剧力 我们基督徒 却是可以从罗马的地下墓穴 特别是基督徒的地下墓穴的石壳 跟丝壁花钟 看到这些生前仰望耶稣的基督徒 他们怎样用 他们每一天生活的盼望步率 一步一脚印地 迈向永生的彼岸 这些石壳或石壁花 常常描绘毛的标记 这标记用来表达 王者他已经完成了生命的航程 如今彼岸已达 可以放下毛 定船上岸了 图案中也常常会出现 用希腊文的头两的字幕 排成实质的形状 然后放在龙冠之中 来表示王者已经在基督内找到了希望 并且永生已经在望 标记中也会常常出现成星 成星的标记 则是表示王者在经过漫漫长夜之后 黎明已经在望 一得的太阳就将升起 死亡即将远扬 复活就要来到 十九世纪中叶 由地下墓穴挖掘出土的一块 初期教会信有的墓碑 这块碑文 也为这美如秋叶的丰美生命 做了最佳的描绘 这块碑文写着 把鱼抓在手中 为什么是鱼抓在手中 因为鱼这一个词 在希腊文叫H-dos 这个字刚好是基督的五个希腊称谓的 头一个字母的组合字 拿五个称谓 耶稣基督天主 儿子救世主 因此各位弟兄姐妹们 我们基督徒所拥有的 就是一个易经 仅仅把握在我们手中的希望 而这个希望不是别的 就是耶稣基督 拥有基督 就是拥有丰富的生命 却是更丰富的生命 教会 在公元998年的11月2日 由教宗 Sylvesta二世 将这对亡者的思念 以及对这永生的盼望 化作礼仪的庆祝 而首先 被教宗允许 以礼仪庆祝这个日子的 就是法国南部非常有名的 本赌会的修道院 Qunni 本赌修道院 而一直到1570年 教会才把这个礼仪 纳入特利腾的弥撒经书当中 直到今天 我们还是不断地 用同样的导文 为王者祈祷 他们能够早日回归父家 回归父家 指的就是回到父的国度 回到天国 这国度 正是耶稣在今天 马斗福音中 所预许给我们的国度 耶稣这样说 我父所降福的人 你们来吧 承受至创世以来 给你们预备的国度吧 是的 弟兄姐妹们 复活了的耶稣 如今住在父家 正欢迎每一个走完一段 悠长旅程的人 归家 所以 在礼仪中 我们不断地 用我们的思念 用我们的想念 这样颂念的导文 我们 在基督身上 有了复活光荣的希望 我们虽为死亡的定律而悲伤 却因永生的许诺 而获得安慰 主啊 为信仰你的人 生命只是改变 并非毁灭 我们结束了尘世的旅程 便获登 永远的天香 弟兄姐妹们 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心中 此刻 都想着某个人 或是某些人 就让我们 在心中默默 对他们说 今天 让我轻轻打开思念的窗帘 用想念想腻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